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有大概6万个念头 当中有正面、负面、大事、有很多很多琐碎的事务 琐碎到可能就是你在街上走着看见一些人看你的眼神 可能也会有一个0.0000001的念头 就是在想,究竟这个人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欢我呢? 这个人说话的语气对我这么差 糟了,老板今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呢? 又或者是下个月就要正式移民去另一个地方生活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担心,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念头 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经过 而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怎样呢? 就是觉得我们要给反应,我们要去处理它 我们要去想下下一步怎么做 而现实就是这些念头,我想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念头比较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究竟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又或者是大家有没有试过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就是有一刻觉得自己好像有些灵魂出竅的感觉 就是好像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自己 就是譬如啤啤这个人,为什么他现在在担心着 咦?这个人会不会喜欢自己呢? 而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 那一刻,即是这个时刻,你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这一刻 我们就叫做觉醒的一刻 当你体验了觉醒的一刻的时候 你开始明白到,其实你脑海里面的念头是不代表你的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用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待我们的每个念头? 再从而在觉醒的这条路上开始顺着生命之流去生活 什么叫顺着生命之流去生活呢?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多时候都很想去压苗助长 就是一样东西,要快,要急,要很快见到我成果 很想快点去赚大钱,很想快点去财务自由 很想快点去达成你的梦想 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急,什么都要有一个控制权 但现实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大自然,就是这个宇宙,很多东西就算你不去干涉它 其实它都是自己生生不息地成长的 你眼前的那座山,那些花花草草,树木 其实你有没有硬去做些什么,去令它成长呢?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它就是存在在这里 而它每一天也是在生长着 而这个东西在你出生之前,又或者是在你死了之后 无论你存在与否,宇宙这个世界都是在运作中 而你在这里和不在这里,也影响不了这个宇宙的运作方式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神伏实验》 作者Michael Sanger 就是说我们究竟怎样可以令自己去放手 Let go 多些 不要再试图去控制太多东西 因为这样只会令我们人有焦虑、又紧张、又大压力、又抑郁 怎样才可以很安心、很放松、很开心地去带领我们去行生命的旅程 当然有一天你终于愿意放手 宇宙里面最大的奇迹才会出现 作者Michael在书里面分享了我的经历 我也觉得听完之后觉得很深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去旅行的时候是否一个喜欢什么都计算好了 又或者一个行程复得很紧 想在最短的时间去最多最多的景点的那种人呢 但就算真的让你去的那些景点 通常事后令你对这个旅行最深刻的那些位置 很可能都未必是你去过的那些景点 相反 可能是你的旅途上和某个当地的人聊过一会儿 你也试过了 旅居时最令我深刻的可能是和当地的士司机有过一段对话 又或者在某一个景点和其他不认识的人刚才认识的 但那一天就一起去游历了几个地方 认识了不同国家的朋友 这些经历就是你从来都没有计划过的 不在你的行程中 但是这些你没有计划过的东西 往往反而是你这个旅行里面 令你最深刻的东西 可能十年之后 你都未必记得你去过那些什么景点 但是呢 你就记得那个人 又或者是那段对话 作者就是想试试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不要去控制那么多 尝试着去顺应生命之流 我们尝试日常生活 觉察多些 这个宇宙其实给了很多提示 给了很多提示 要去做些什么 问题是 你有没有拉大你的眼睛 去看清楚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作者曾经有经历 就是他身边有个朋友 就跟他说 墨西哥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你有机会都可以去一下 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 作者就去了一间书店 他就无意中看到地下跌了一本书 他拿起来看 就是原来是一本墨西哥的旅游书 好了 神奇的事再次发生 就是有一天他去加油站 入游的时候 有个人漏了墨西哥的地图 在那个位置 在这一刻 作者就决定 不如我就顺应这个宇宙给我的所有提示 既然好像所有东西都指使我去这个地方 那我就不如去一下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于是 作者就駕了几天车去墨西哥 去到一个围 他看到一大片草原 因为在这个旅程前 作者就曾经在一个森林里面静修 冥想了一会儿 体验过一个觉醒的感觉 所以自此之后 他也很想去找回那种感觉 找回那种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内心平静的时刻 所以那一刻 他看到这片草原 他再忍不住了 他把他的车 骑离了车 就骑去草原上面 在那个草原上面 他不断去冥想 静修 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觉得他的内心很平静 觉得他终于找回自己了 如是者 他在这个草原真的过了几个礼拜 他每天都在车里睡 直到有一天 早上突然间有个小朋友敲他的车门 就用西班牙文跟他说 我妈妈叫我拿这瓶牛奶 给草原上面的美国男人喝 那就是作者 他那一刻就觉得 哇 生命原来是这么美好的 这个世界原来是有更多的好人 好事 一个你从来都没有计划会出现的人 又或者是事 就这样就出现了在你的生命里面 而这件事全部都是很美好的 当然未必现实上所有事 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这么美好 但只要我们不要去批判太多好 又或者坏 只要继续顺着这个生命之流 去做每一件事 可能过程中你的理性那一边 会跟你说 哇 啵啵 那不是不行的 要赚食的 没钱的 那都要上班的 那都要生活的 对吗 就是这些很多很多的理由 又或者是 你都可以说是藉口的 通常都是阻止我们 就是不去做一些 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而顺着生命之流去生活的结果 好坦白说 你和我都说不到 最终的结果会是 你是会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 就是你生活真的会好些 还是差些 没有人会知道 而作者 他就会变成一间公司的CEO 而坦白说 你每一天 翻着这份工 朝九晚六 你也不可以担保 几十年之后 你过完这一生 你的人生真的会好过 你另一个 没有选择的选择 你也不可以 担保这件事 所以今天这本书的分享 不是说 想大家去改变你生活的什么 而是想大家去想多些 生命 是否只有一条路去选择呢 是否我们一定要控制所有东西呢 而你做了这么多年人 你试图去控制的那些东西 又是否真的被你控制到呢 而很多 令到我们人生翻天覆地的转变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 都根本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买一本来看看 又或者按下面的连续 继续给我的早餐会员 我接下来几天 会跟会员那边继续说这本书 会员们明天再谈 怪咪咩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